蛇修炼五百年了 修炼成蟒 蟒在修炼五百年呢 叫染 染在修炼五百年 叫骄 骄在修炼一千年 就是龙 前边的好办 有打这骄奔龙 这过程叫走骄 这骄啊 长了鸡就了 长了胡子了 鳞片越来越大了 慢慢慢慢的 到了一千年了 要成为龙 成为龙的过程难了 为什么呀 老天爷不允许这些动物成精 那怎么办呢 就得拿雷劈了你 所以说这五雷法 专门是给动物肚结用 如果说这雷过去 这个劫难过去了 你又长了一层身份 经常有这种事情 所以说呢 过去好多动物 都死得这上去了 还有的时候呢 有的动物它找地儿躲 比如说 躲得文昌宫的最多 躲得文庙的最多 文庙是供着孔圣人啊 所以起码来说 有的动物 一看没辙了 咱们听过这个民间传说呀 大戈的蜈蜈 大戈的壁虎 就歇了虎子呀 实在没辙了 爬到孔圣人的牌位上面去了 你这雷打吧 围着文庙 围着孔圣人的庙 来回这批 你不能批了孔圣人的牌位 那么 有破没破呢 有 但是很难 一定得有同男同女 挡在这个人的上手 说哪那么巧啊 你修炼那个地儿 方圆三千里地 没有人烟 根本就没有同男同女 那怎么办 那就难了一批了 所以说天下万事万物 有办法就看你的机缘凑巧与否